那像这一座呢 就是我们最基本是新装店的最低价 就是大概脚 节目开始前请记得先订阅我们喔 我们每个星期五下午点钟固定上片 提供更多装修小知识给你喔 欢迎回来一百设计Q&A 我是马俩 今天一百设计Q&A决定出外景来到了 IKEA新装店 当然就是想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 厨具这件事情喔 哈啰 菱莲 大家好 我是菱莲 今天终于呢有这个机会 请菱莲跟我们分享关于 IKEA厨房系统的部分 那我先带大家到这个配件区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当然首先要请菱莲跟我们分享 就是IKEA厨具一些特别的地方 嗯 我们厨具其实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举帆盘啊 桂框啊 五金 把手 水龙头 所有的配件呢都有展示 所以你可以实际的现场看 实际的现场挑选 那相对来说呢 你自己的参与度也就比较高 另外就是说我们价格非常的透明 就是小到连把手的这个价格都有标示 所以你会完全知道你的钱花在哪里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有提供长达25年的品质保证 一般你去外面的报价是不一样吗 有时候它是一整组的报价 对 就不像这里你刚刚讲到 可能连很小很小的螺丝或是手把 都是很明确的让你知道价格是落在哪边 对 你可以自己依据你的实际的预算去做选择 那像一般一开始大家选购厨房的时候 就是先选择门片 门片其实有四种选择 一种是美奈米贴皮 然后一个是像这种的烤漆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实木贴皮 再来就是实木 那美奈米的好处就是说 它其实是有非常多样式跟款式可以选择 甚至它的颜色 另外它的价格也相对比较低 那烤漆玻璃的话呢 它的优点就是说 如果你是厨房的这个重度使用 它其实是非常好清洁的 那不过它的选择呢 就是比较偏向这个现代风格的 那如果像实木贴皮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比较有质感 但如果说你在清洁上面 以及照顾上面呢 相对就需要花比较多的心思 明白 那再来就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台面使用上 是不是有一些选择方向 可以给我们一件衣吗 可以 那像厨房的台面 它其实有分不同的 像是人造石的台面啊 美奈版的台面跟木质的台面 大部分的人 其实会选择人造石的台面 因为它其实相对耐用 然后好清洁 但美奈米的话 就它价格比较低 那它同时也蛮好保养的 然后选择呢也蛮多样性 那针对你刚刚讲到这个 木质台面的部分 它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样的疑虑吗 如果相对于美奈版或者是人造石 其实它是比较需要花多一点心思去保养的 我觉得在台面上 因为我们都会切菜 或者是放东西 难免会遇到水的部分 关于吃色的问题 有没有一些给大家建议呢 那其实这个跟市面上一般的这个台面的状态 跟保养的程度都是一样的 你弄脏就是稍微给它清洁一下 其实不会有吃色问题 但相对来说啦 如果说你是选择比较浅色的台面 当然它就比深色的台面容易吃色 明白 所以其实我觉得 重要的是你自己也要清的去清理啦 就不会有担心吃色问题 那除了大家一般常见的 像是转角的转盘啊等等 就是厨房里面的配件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色的 就是也要特别推荐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儿童安全锁 尤其是像这个抽屉你可以看 它就是只能拉到这个程度 对 如果说有时候你家里面 是属于那种开放式的厨房 那你会担心小朋友去乱开柜子 会危险的话 其实你只要简单的安装 这个儿童的安全锁 其实就可以了 那它就是你开柜的时候 你这边就稍微压一下 它其实就可以完全打开 那一般幼儿是 比较没有办法打开的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安全锁 它其实是一个小配件 对 它是任何的厨具都可以装的 所以你只要买那个配件 不用为了它就是更换整个厨具 那其实真的还蛮方便的 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一个国产品牌 一字型厨房 然后呢使用的是进口五金 以及人造十台面的话 落价会落在大概青台币 十到十二万元左右 那来IKEA厨具呢 是不是能够也有更实惠的搭配呢 这边当然就要请Julian跟我们分享了 好 那我们像针对一般小资组啊 或者是你的空间比较小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厨房的最基本的系统柜 那像这一座呢就是我们最基本 是新装店的最低价 就是大概只要两万八 就可以买到这整座的系统厨具 但它不含双击 然后大家也包含 就是上面的这个收纳层架 都包含在一起 那其实基本的厨柜呢 它就是包含了这个瓦斯鲁 工作台面跟洗手槽 那它最基本的尺寸大概就是200公分 那其实大概瓶数多小 它都塞得进去呢 那大家现在看到这一组厨房 它这边它大概是1.8瓶 但其实最小的厨房的话 大概1瓶左右是可以做的 就是你要确保说 你预留了你的这个宽度是200公分 然后深度大概是70公分 但是你要预留一个走道的空间 大概80公分 就可以做到一间完整的厨房 如果我今天在这边实际上 去做厨房系统的选购 那3G怎么办呢 那像这个厨具的话 它本身不含双击的话是2万8 但如果说你配备一些最基本厨具的话 是大概4万左右 那因为3G的部分是 你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去做挑选的嘛 那现在我们有部分的店呢 是可以现场有展示3G 可以让你选择 那其他没有展示的话 它们是透过DM的方式可以让你选 所以你可以几乎是一站式的全部选购完成 没错 那这样其实我觉得对于 你有系统厨具想要购买的需求的话 其实是蛮方便的 好 那如果我们从风格面来看的话呢 特别带大家来看这一间 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古典乡村的风格 那系统厨具它其实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自由的组合 所以你可以依据你自己实际的预算 去决定它的大还是小 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少一点 那你就是维持基本的 譬如说200公分 那如果说你今天预算有多一点的话呢 你甚至可以加一个中导 明白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今天这一组 可能看起来单价稍微高一点 但是还是可以根据你的预算去做增减 那再来我还有个问题 其实也是帮民众问的喔 如果说你今天三G维护得很好 你只是想要换整个厨具系统的话 这个相容性是OK的吗 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尺寸一样的话 都是可以相容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们跟市面上一般三G的品牌 其实也都是可以相容 明白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在做采访的过程当中 常常听到设计师 其实对于你们的五金 这件事情是赞不绝口喔 那针对五金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 好 我们的五金呢 其实就是像是 滑轨啊 锅链啊等等的 它都是很知名的奥地利的这个 B 开头的品牌 哦 你们在这里使用这样的一个五金的品牌相对非常实惠的喔 对 那针对租屋组的部分 如果家里没有厨房 该怎么办呢 Julian 就是针对你如果真的预算非常有限 然后或者空间很小的 其实还可以推荐另一款 但它不是系统厨具 它是我们 那大概只要一万多而已 而且它是一整组 然后包含了就是 水槽啊 水龙头 甚至上面的这个收纳层架 那同时它也可以跟着你 如果你要搬家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整组搬走 那颜色只有 就是这个颜色 目前这个是新品新的颜色 那我们最后还是希望Julian 来跟我们分享一些 你厨房里面一定要有的小物好吗 我个人私心推荐三样好物 那第一件呢 就是我们的厨房推车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厨房推车 其实有很多颜色 然后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是小资啊 或者是你的空间不足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暂时的厨房工作台面 或者是收纳空间 那甚至有些人呢 会把它拿来当做电气柜 或者是说 因为它底下有轮角 所以当你譬如说你在客厅啊 或者是卧室啊 有需要其他的 储物空间的时候 它是有非常多弹性的变化 第二个小物的话 就是我们厨房 365家的这个保鲜盒 那它其实本身有两种材质 就是塑胶的跟玻璃的 那它最大的特色其实是说 像一般人啊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盒子跟盖子 常常搭不在一起 那它就是可以从食材的准备啊 到食用到最后 它是一条路线的 你不需要中间 一直不停的更换容器 所以它是相当环保的 譬如说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吃不完的食材呢 你可以其实用这个竹制的盖子 其实它们很美观 就可以冰冰箱 如果你要微波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细胶盖子 轻轻地这样子当着 但是微波好了之后呢 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完全密封的 就可以把它这样提出来 然后这个竹制品 就可以当作它的托盘 那到最后 如果你需要带便当的时候 就是使用这种一般的密封盖 然后带去上班 那其实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换这个容器 所以它是非常环保的 那一般你正常买就是单一一组 然后要另外一家买盖子 然后要另外一家买盖子 对 你也可以选择就是单买盖子 哦 明白 这个是蛮方便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推荐我们厨房的可调式的挂架 因为很多人家里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厨房可能没有办法钻洞啊 上墙 那其实它可调式的厨房层架 就是顶天立地的 你只要把它固定在墙面上 然后另外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需要的这些配件去做搭配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收纳组合 而且它价格很便宜 明白 所以刚刚Julian挑完的这个三个小物 我觉得我等一下可能结束之后 就会立刻去带回家 欸没有 推车我已经有了啦 你可以多带几组不同颜色 给小孩玩这样 对啊 OK 那谢谢今天Julian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那如果啊 你对于IKEA的厨具系统 还有一些问题的话 都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然后不忘记的按赞 订阅 开小铃铛哦 那我们140Q&A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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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